接下来要介绍的副词 是所谓的地方副词跟时间副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地方副词 好 顾名是地方副词 这个重点呢 这个标题的重点再告诉你 在英文里面地点大部分呢 都是副词 除非你要讲到那个地方 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点才会当主词 它是纯粹的一个名词 否则如果提到地点的时候 一般来讲地点都是属于 地方副词的范围 它都是副词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里列了好多好多的副词 比如说 Everywhere, there, downstairs, abroad 类似这样子 讲一项 列得更为详尽 同学呢 可以做个参考 在第一个例句当中 我们提到 My sister is upstairs Upstairs 的相反词就在上面 Downstairs Downstairs 这里upstairs 我们指的是楼上 有没有 Downstairs 指的是楼下 要特别注意一下 从字面的up跟down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up跟down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 记得咯 那么我们在看外国影集的时候呢 常常会听到父母亲 当小孩子做出事的时候 父母亲常常会对他讲 Go upstairs 而且呢 表情呢 口气都是非常严厉的 Go upstairs 其实这对外国的小孩来讲呢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惩罚 你给我上楼去 那你知道呢 外国人他们住的那种house啦 上下楼的 两层楼的 去到楼上 就是呢 有怎么样 有被禁足之意 去到楼上 不准下来 除非我叫你 有没有 Go upstairs 到楼上去 他不是纯粹的只去楼上 像这个状况呢 其实就就是 惩罚的一部分了 惩罚的一部分 所以我告诉你 My sister is upstairs 我的姐姐在楼上 这里呢 她是一个地方副词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He lives abroad 他住 住在哪里 abroad 住在国外 住在国外 本国之外的地区 我们就可以用 abroad来表示 那既然是国外 它指的也是地点咯 所以当然 它也是一个地方副词 He lives abroad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在讲到 地方副词的时候 同学一定会很关心 它的位置 一般来讲呢 地方副词 如果你没有要特别 强调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地方副词 放在一整句话的后面 放句尾 会把呢 整个地方副词 放在句尾去 但是呢 在注意的部分 老师要特别提醒你了 副词像 Here 这样子 很多这种呢 看起来很简单的 这样子的什么 副词 我们有时候呢 会把它拿到聚首 那当然像这样的副词 最常见的地方副词 就是here跟there 再配上away 这个地方副词 down in la off 那当然in off这些就不是副词 它是副词 但是它不是地方副词 不过呢 在这里老师要告诉你 像这一类的副词 in la off la on 或者是here 像地方副词 here there away 一样 这些副词呢 一般来讲 外国人在讲话的时候 习惯会把它拿到聚首去 会把它拿到聚首去 就形成了所谓的一种强调句咯 比如说像第一个例句里面 我们讲 中文叫做什么 火车来了 我们远远的看到呢 火车要进月台的时候 我们站在月台上等火车 我们说火车要来了 火车已经怎么样 要进站了火车来了 尤其是呢没有坐过火车的小朋友 看到火车远远的呜呜呜的呢 怎么要靠近月台会很高兴 火车来了 火车来了 请问你火车来哪里 火车来到楼下 火车来到那里 不对 不对火车来到这里 来就是从远处靠近我们 所以来一定是来到这里 对不对 来这里 我们中文并没有讲出火车来这里 我们就告诉你火车来了 那么火车来的这句话本来应该是 但是你想想看哦 当我们讲火车来了 火车来了 如果你不讲的话 就看到远远的看到火车进月台了 对不对 火车近站了 你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的话 你就看着它进来 但是当你说火车来了 这是有一种额外的情绪 对了 有额外的情绪 对外国人来讲也是一样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小朋友看到火车来了 好高兴 所以他说火车来了 火车来了 或者呢 你正停的两大包的行李说 快点快点快点 火车来了 快点 要怎么样 要迟到了 要怎么样 赶不上火车了 火车来了 有没有看到 你听到老师这样在做叙述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不管是我们的国语 不管是国语 或者是外国人在表达 火车来了 其实带有一点特殊的感情 于是乎 他把这样的副词 拿到聚首 形成了英文所谓的强调句 我们不讲 The train comes here 这样平凡 直接叙述 火车是来到这里的 火车是从远处来到这里 如果是你平常的一个叙述句的话 那就讲 The train comes here 火车有到达这里 The train comes here 但是如果特殊情感 像我们讲的 火车来了 快点 动作快 火车来了 这时候 英文跟中文是一样了 带有特殊感情的 带有特殊的什么 特殊意义的 来 我们把here拿到前面来 就形成所谓的 Here comes the train Here comes the train 火车来了 火车来了 虽然中文没讲到这里 但是记得要用here Here comes the train 我们不讲 The train comes here 而用here comes the train 来表示强调 强调什么 强调特殊的什么 特殊的心情 Here comes the train 但是在这个句型里面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的是 如果我把the train 改成什么 如果我把the train 改成代名词 我们中文讲火车来了 快点 它来了 它来了 火车来了 我们只要把火车 改成它就可以了 但在英文里面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句话应该要改成的是 Here it comes 如果把这样子的主词 这里的主词本来是名词 对不对 好 这里的主词本来是名词 如果我把这里的主词 名词改为代名词的时候 在英文的句型里面 是要改变的 Here comes the train Here it comes Here comes the train Here it comes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当主词的身份改变的时候 名词改成代名词 自己注明 代名词只能放在动词的前面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句型 同学你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那像这样的句型 我们常常会用到 譬如说呢 你早上要去上班啊 或者是要去上课啦 看到公车来了 快点快点 公车来了 举一反三 Here comes the bus Here it comes 这样懂吗 好 同学日常生活中 常常会用到 Here开头的句型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再来看一下第二句 Rung and the run flew the plane 有没有 好 当我们看到飞机在怎么样 飞机在特技飞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飞机是怎么样 在天上转圈圈的哦 Rung and the run flew the plane 本来这句话应该是这样 The plane flew 飞机飞 怎么样的飞呢 Rung and run The plane flew Rung and the run 飞机是转着圈圈在飞 就是一圈一圈在天空翻腾的意思 但是当我们看到 飞机会这样翻腾 是不是 对了 特殊的情绪又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我们把Rung and the run 一圈一圈一圈 这样子的副词 拿到全面 Rung and the run flew the plane 飞机呢 在天空一圈一圈的转 有没有 Rung and the run flew the plane 好 还是一样 把它拿到前面 然后写动词 再写什么 再写主词 你有没有发现 本来一个句子 这是肯定句哦 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 是主词加上动词 但是像这样的句子 它把动词放在前面 主词放后面 这也是所谓的 倒装句的一种 这也是所谓 倒装句的一种 还是一样 在特殊构句的 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交代得非常清楚 同学 当个参考 所以在这边 还是一样提醒你 如果我把这个 the plane 改成代名词 it 飞机呢 怎么样 一圈一圈的飞 绕着圈圈 转着圈圈的飞行 我们把这个 the plane 改成it的话 还是一样 跟上面一样 罗 wrong and the wrong it flew wrong and the wrong it flew 所以主词是名词 跟主词是代名词的时候 位置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跟我们中文的 表现方法 是不相同的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老师提醒你的重点 here comes the trend here it comes wrong and the wrong flew the plane wrong and the wrong it flew 有没有 好 请同学 要记起来 那么除了这两个例句之外呢 老师还有一个例句 也是很重要的 同学来看一下 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把地方副词 拿到前面 我告诉你 他就站在门口哦 什么句子 来看一下 第三句 in the doorway stool a man with a gun 好 站着一个人 这一个人怎么样 with a gun 看到句子的时候 同学你要知道 要怎么翻译 with是有 或者是拿 带着都可以哦 就在门口啊 站着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呢 站着一个拿了枪的人 他站在门口 in the doorway 所以同学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两句了 你应该知道 这一句话呢 他本来的句子是这样哦 是 a man with a gun stooled 拿着枪的人 他站着 站在哪里 stool in the doorway 这句话本来是这样的 再讲一遍哦 主词是 a man with a gun 修饰主词的部分 也算主词的一部分 这是主步咯 a man with a gun stooled in the doorway 一般的叙述方法 我们说呢 在门口呢 有一个人 一个拿着枪的人 站在门口 但是呢 我们说 他要站在门口 我们可以把这个 硬的地点拿到前面 in the doorway stool a man with a gun 就在门口啊 站着一个呢 拿了枪的人 有没有 这时候你看 你们发现 有一个人拿着枪 站在门口 跟我告诉你 就在门口 站着一个 拿了枪的人 诶 这个表示呢 语气表示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样 表示地点的地方 不只会拿到前面 我说过 他有一个特殊的情绪出来 不是一般的叙叙哦 他是有特殊的情绪出来的 好 再来看一下 老师在这里有一个写了一个信号的部分 这句话呢 跟你讲义上所看到的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来告诉你 讲义上那句话是怎么出来的 信号的这个例句呢 是你在什么 你在初级英文 不管是国小或者是国中 在初级英文你就会看到的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There was a man with a gun 有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 带着枪的人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就站在 正站在门口 我们用的是 逼动词 后面有一个动词暗句 这个叫做过去进行事 所以我们在描述某个时间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啊 有一个人 拿着一把枪 他站在门口 或者是呢 有一个 带着枪的人 站在 门口 像这样的句子 如果我要把地点 拿到前面的时候 同学要特别注意了哦 像这样子 有分词出现 这个动词暗句 你知道它是现在分词 有没有 现在分词可以代表 动作的进行吗 你说老师 为什么它叫现在分词啊 明明你告诉我 它叫做过去进行事 你为什么告诉我 它叫现在分词 同学记得 过去事是在这里 过去事 所以你如果对时态 不了解的话 同学 你如果这个部分有疑问 你说老师 这个明明是过去事 这里怎么会是 现在分词 同学要特别注意 现在分词 这里的standing 代表的只是 动作进行哦 你要特别注意 它代替的只是 这一个含义 叫做动作进行 那么时态是谁来表现 was来表现 was是表现时态 所以整个加起来 叫做过去进行 有没有看到 你说老师 这里的standing 能不能改成过去分词 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过去分词 代表的两个含义 过去分词代表的 第一个含义 是代表动作 已经完成了 第二个 它代表的是被动 被打 被骂 被咬 它代表是被动 过去分词 能不能代表 进行不行的 不行的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 不要被它的文法 名称所骗哦 所以这个部分 你不了解的话 那可见你对分词 不是很了解 我们有一个章节 提到分词 或者是你到时代的 那个章节去看一看 都是有相关的 看过之后 你就很清楚 这个部分 过去是在这里 ing叫做现在分词 它只表示 纯粹只是表示 动作进行而已 好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在这里呢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如果在这里的地点前面 还有一个standing的话 我们在 要把地点拿到前面的时候 可以整个standing 拿到前面 就站在门口呢 有一个拿了枪的人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 拿了枪的人 站在门口的呢 不是一只狗哦 是一个拿了枪的人 所以当你要把 这里有现在分词的时候 记得 有现在分词 才可以拿到前面 你能不能把 stu的拿到前面 不行 stu的是动词 现在分词 才能拿到前面 所以整句话 才会形成 讲义上的这个句子 叫做 standing 好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好 站在门口 有一个 站在门口 有一个 我们直接写动词 was a man 然后呢 with a gun 后面老师就不写了 好 老师就偷懒一下 好 来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记得如果有现在分词的话 要整个拿到前面 如果这里是被动的过去分词 也是整个拿到前面去 standing in the doorway was a man with a gun 这两个句子不太一样 他用的是过去式 纯粹只是叙述而已 他用的是进行式 所以你在搬的话 记得把它画起来 他要整个 把它搬到前面去 整个搬到前面去 同学你把线画起来 整个搬到前面去 然后后面再写 动词加上主词 动词加上主词 有没有看到 记得standing是跟着他 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句子 你能不能把stood的拿到前面 写一个stood in the doorway 在一个amend 不行 因为你的地点拿到前面 你后面动词不见了 被拿到前面 这个动词跟主词 这样完全分离的句子 这是乱七八糟的句子 它不是一个正确的句子 所以同学 这是两种不同的状况 老师把它写在一起 同学做个比较 记得咯 地点拿到前面 如果有ing 现在分词 或者pp 过去分词的话 可以含着地点拿到前面 后面 因为它这里还有动词 所以形成动词加主词 这句话是不可以 把stood拿到前面的 stood拿到前面 后面只剩下主词 动词不见了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好 这个是我们提到的 地方副词 记住基本原则 老师再做一次整理 地方副词 一般来讲 都是放在后面 但是有一些强调句 它会把地点拿到前面去 它含有特殊的情绪在里面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再来看一下 一的重点 时间副词 讲到地点 当然要讲到时间 讲到时间的话 就会提到这些时间 像today lately lately叫最近 或者是afterwards 在之后 有没有 很多很多 老师在讲义上 也列出来很多 那么像这样的时间副词 就像我们讲的 除非我们说 今天是一个怎么样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 today is beautiful sunday today is beautiful sunday 我们的主题是讲到今天 除非是这样的句子 today它是纯粹的当名词来使用 要不然我如果告诉你 我今天要去看电影 主角是我 动作是什么 看电影 这时候的today 这时候的today 它就是纯粹的时间副词了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一个字的词性 其实会变换的 所以你要了解 你重点不是在了解 这个字是什么词性 而是要知道 这个时候出现的它 它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你从它扮演的角色 你就可以知道 它扮演的是 它当的是什么样的词性 这样子再来判断它的位置 其实很简单的 没有同学 你们想的那么难 好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they lived happily 你们看到一个副词出现了 所以一个句子 会不会只出现一个副词 不会的 这个叫做什么 修饰动词的 他们生活 怎么样的生活 他们快乐的生活 有没有 他们快乐的生活 they lived 生活的那种情绪状态 把它表现出来 这就是情状副词 那为什么不是形容词 因为配一般动词的 一定要用副词 所以不能用happy 要用happily 这个是在这一个章节里面 一开始讲到情状副词的时候 老师就介绍得非常清楚了 they lived happily 他们快乐的生活着 然后afterwards 这是时间 这是时间 中文解释成之后 所以呢 他们之后就快乐的生活着 这个我们常常讲故事的时候 会讲到这句话 从此之后 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就可以这样讲 they lived happily afterwards afterwards 好 再来第二句 she's living in Hong Kong now 好 我们说了 时间副词 如果没有例外的话 没有例外的话 通通放到句委去 但是像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呢 在你以前国小或国中的时候 就告诉过你 b动词加上动词ing的 现在进行式 常常会出现一个时间副词 也就是now 有没有看到 b动词加动词ing 叫做现在进行式 现在正住在香港 常常会配一个now 那既然now呢 常常是配的b动词加动词ing的 所以我们呢 也会把b动词放到 这里的位置 我们可以讲 she's now living in Hong Kong she's now living in Hong Kong 副词可以摆到b动词的后面 摆中间 好 因为now 常常是配的现在进行式的 所以我们可以摆中间 所以呢 它基本的固定的位置 就是在句委之外呢 像这样子很活泼的位置 你常常在文章里面 在句子里面 你也会看到的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I didn't feel like eating out yesterday I didn't feel like eating out yesterday 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片语叫feel like 好 feel like可以解释成 感觉起来像什么 但是如果它解释成 感觉起来一定是像一个什么东西 要加名词 在这里它出现的是动名词 动词加了ing 要特别g 你如果看到feel like 后面加上动词angy 中文记得解释成 想要 想要 所以I didn't feel like eating out yesterday 我昨天不想要去外面吃饭 eat out 怎么样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什么 老外 有没有 老是在外吃饭的 老外 那个老外 所以呢 I didn't feel like eating out yesterday 记得feel like 后面放到动词一定要用ing 我昨天不想要去外面吃饭的 但是 but 怎么样 用分号 同学看到 用分号的话就不需要连接词 你如果用逗点的话 你可以写一个but today I'd love to today I'd love to 你说老师 你不是说时间不只摆句尾 这时候为什么它又摆前面呢 在我们强调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时间的时候 要强调这个时间 那当然你知道了 要强调的可以拿到前面 我昨天不想出去吃哦 但是今天啊 我想 今天我想出去吃 在这个句子里面呢 你看 很刻意的 一个是yesterday 昨天不想做的时候 今天想做 老师告诉你 要强调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可以放在句首 另外 你看我们刚才告诉你 feel like叫想要 这里有一个想要 I'd 这个的是什么 这个一撇地是 I would I would I'd love to I would love to would love to 也是想要的意思 对了 一个句子 当你提到前面句子想要 后面句子想要的时候 你就多用一些 你所学过的单字片语 不同的单字片语来用 不要前面用feel like 后面有feel like 表示你这个人呢 学的词汇不够多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昨天不想出去吃 但是今天我想哦 I didn't feel like eating out yesterday Today I'd love to 今天我想强调 今天跟昨天状况不一样 要强调那个时间 我们还是可以把时间拿到句首的 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时间副词 接下来再来看其他的重点 来看一下这一类的副词 它的特性是什么 好我们说呢 副词它可以修饰整个句子哦 它不只是修饰一个动词 或者修饰一个形容词 或者是呢 加强一个副词的程度 不是的 它可以修饰句子 诶 很特殊对不对 它是整个句子都可以来做修饰 像我们刚刚黑板上举的例子 Frankly 诶 很显然的 很明显的 Undoubtedly 无疑的 不用怀疑的 无庸置疑的 那当然呢 不是只有这四个哦 在讲义上老师列出了好多好多 可以修饰整个句子的副词 那么修饰整个句子 既然是修饰整个句子 它的位置还是一样 老话一句咯 副词就是副词 本性不改的 对不对 本性改不了的 它就是这么样的活泼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Unfortunately 叫做呢 很不幸的 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很不幸的 他并不满意这个结果 对了 Unfortunately 它的相反词很简单 你只要把un挂好起来就可以了 Fortunately 很幸运的哦 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呢 他很满意这样的结果 加了un变成unfortunately 叫不幸的 如果un去掉 fortunately 叫做幸运的 好我们这个工作呢 做了怎么样 做了半天 结果啊 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 He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他对这一个什么 他对这一个结果 并不满意 来看哦 我们刚才告诉你 fortunately 它的相反词加un 同样的 这个this d-i-s去掉 satisfied 某个人对什么事情 很满意 有一个片语叫 be satisfied with 记得这里要用过去分词 因为satisfied这个字 本身 它是动词 它的原型是这样的 satisfied s-a-t-i-s-f-y satisfied 本身 它是一个动词 它是一个动词 但是在这里它不是动词 去y加ied变成 pp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 具有形容词的特性 所以前面配b动词 有没有看到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satisfied是满意 不满意 在前面加上一个dis dissatisfied dissatisfied 所以不幸的 他对这个结果感到呢 不满意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不幸的 我们中文也是这样来讲 很不幸的 停顿 他对这个结果 不满意 有没有 所以他修饰的是 整件事情 整个句子 那他当然了 他的句子非常活泼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句子的中间来 一般来讲 他的位置都是 放句首比较多 像这样子 能够修饰 整个句子的副词 我们直接放在 整句话的前面 这样的什么 这样子 你看到他的时候呢 最常见到的位置 就是在句首 那么当然了 放句子里面 也不能算他错了 He was unfortunately with the result He was unfortunately 你可以发现 老师少写了一个字 对不对 逼动词之后 应该写的是 dissatisfied 有没有 来 dissatisfied 我们把它写上去咯 一看就知道 老师写错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来 补上去 be satisfied with be satisfied with 对什么不满意 还是要留着哦 这句话 是老师少写一个字 而不是说 他拿到句中 就要把它去掉 不是的哦 好来 所以呢 他对这个结果呢 很不幸的 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He was unfortunately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这样子的位置 是比较少见一点 修饰句子 我们整个放在句子的前面 是比较多的状况 这种东西比较少见的 可是如果整个放句尾 这个句型也是蛮常见的哦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 加上斗点 诶 斗点要加上去咯 斗号之后再来 unfortunately 所以比较常见的是 这两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 要不是在句首 就是在句尾 修饰 整个句子的副词 很常见的位置 是在句首跟句尾 而且不管放句首 或放句尾 我们都要把斗号加上去 我们都要把斗号加上去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咯 好 好 再来看一下 evidently the child has been crying his eyes are swollen 很明显的 evidently 很明显的 显然 the child has been crying 这个小孩呢 刚刚有哭哦 his eyes are swollen 他的眼睛swollen 浮肿的 他的眼睛种种的 你们看到 这里的evidently 我们中文也是这样讲 很显然的 很明显的 怎么样 再来讲后面这个句子 所以记得 在修饰句子的副词 我们就把它放在 整个句子的前面 那是最安全不过的了 好 那么要特别注意一下咯 像这样子 老师在注意里面 列出来的这两个例句 千万千万不要搞错他的意思 来第一句 honestly honest 诚实的 加上ly变成副词 honestly 很诚实的 很诚实的 Mr. Smith didn't get the money honestly叫做诚实的 可是在这里翻译成诚实的就很奇怪 这里说老实 老实说 坦白说 老实说 Mr. Smith didn't get the money Smith先生呢 并没有得到这笔钱 老实说啊 他并没有得到这笔钱 这里的honestly放锯首 对了 所以呢 为什么老师刚才 在unfortunately这个例句里面告诉你呢 在修饰整个句子的副词 一般来讲 你比较少看他在句子当中 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比较少 为什么 会避免产生一些误会 所以呢 要修饰整个句子 我们就把它放到前面 或者放到句位 honestly 老实说啊 Mr. Smith didn't get the money Smith先生呢 没有得到这笔钱 对照一下下面这个例句 Mr. Smith didn't get the money honestly 你看哦 他没有加逗点 同学你们看到 他没有加逗点 表示他不是修饰整个句子了 如果是下面这样的意思 把honestly拿到句尾的话 是要加逗点 再写一个honestly 用逗点把他们两句隔开 告诉人家这个honestly 是来修饰整句的 但是在这里的honestly 前面并没有加上 没有加上逗点 于是乎他可以这样翻译哦 他有另外一种翻译方法哦 Smith先生啊 并不是很诚实的 得到这笔钱 他并不是很诚实的 得到这一笔钱 他是来修饰 这个副词只纯粹的来修饰 这一个动作 所以呢 他有拿到钱 但是他不是很诚实的 得到这笔钱 他可能是用偷的 用拐的 用骗的 这样懂了吗 所以呢 我们说一个句子 出现副词的时候 其实因为副词的位置不一样 它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思 当然我们讲话呢 不会只有一句 同学你在看文章的时候 也千万不能断章取义 要从前后文的叙述 来了解一下 它到底是修饰整个句子 或者只修饰某个词性 动词啦 形容词啦 或者是副词 了解哈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样副词的位置 因为它太活泼了 活泼到有时候呢 会怎么样 有一点难捉摸 但是呢 不用紧张 句子的前后文 一定可以很清楚地交代你 当你在看一篇文章 或者在看一本的英文小说啦 或者一篇英文短文的时候 我相信从前后文 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这个副词到底在修饰哪一个部分 在强调哪一个部分 好了 这个注意的例句 两个例句 很像的例句 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副词的顺序 在这里呢 我们强调的是 时间副词跟地方副词 副词因为它很活泼 它有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表现 不过呢 最常要搞混的呢 就是时间副词跟地方副词 我们说时间副词 最常见的位置是在句尾 地方副词 常见的句子也是在句尾 但是它从两个同时出现 又有时间又有地点 你总不能两个叠起来放 对不对 不可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咯 好 时间副词或者是地方副词 首先看它的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先写小单位 再写大的单位 什么叫小单位 什么叫大单位 来看一下实际的例子咯 第一个例子 He stayed at a hotel by the sea 这里有两个地点 一个叫hotel 旅馆 一个叫sea 海洋 海边 by the sea 在海边 请问你 哪一个范围是小的 当然是旅馆啊 一间旅馆 这个旅馆不管是它有几间房间 一千 一万间房间 都比不上那个sea 那个什么 那个海洋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它是比较小的 它是比较大的 我们中文讲呢 它怎么样 它住宿 stay 记得 stay的本意叫停留 那停留的话就是时间不长 所以用stay at hotel 它住宿在旅馆里面 哪里的旅馆 海边的旅馆 我们中文是这样讲的哦 它住宿在海边的一家旅馆里 它住宿在海边的一家旅馆里面 为什么老师要特别强调这个重点 因为呢 这个地方父子的表现 或者时间父子的表现 跟我们的中文会是不一样的 它住宿在海边的一家旅馆里面 但是英文记得 它住的 它这个人跟哪一个地点比较贴近啊 它是跟旅馆比较贴近 对不对 那这个旅馆是位在哪里 是在山上的吗 不是 是在海边的 后面再来补充说明 所以形成了谢老师告诉你的 小单位加上大单位 He stayed at a hotel by the sea 小单位先写 再写大的单位 同理可证 时间也是一样 I met him at three o'clock yesterday 昨天 好 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 到底是哪一个时间点呢 跟他碰面 三点 所以呢 先写小的单位 再写大的单位 我昨天遇到它的时候是三点 什么时候三点 上个礼拜的三点 还是昨天 也是昨天 所以还是一样 小单位 后面再加上大的单位 有没有看到 好 这是第一个重点 我们告诉你 小单位加上大单位 那么在B的重点里面 我们讲义上有写出来 老师在这里 因为碍与版面的关系 老师把他的标题省略了 在B这个重点里面呢 我们提到了什么 当时间跟地点 同时出现的时候 就是老师一刚开始呢 讲到这个部分 讲到副词的顺序的时候 提到的 当时间跟地点重复 同时 也不是重复 就是同时出现的时候 记得他的顺序是 地点在前 时间在后 地点在前 时间在后 地点在前 时间在后 把这样的顺序 多念几次 你自然而然就会记起来了 那当然了 有时候你会看到 有时候呢 会地点在前 时间拿到地点的前面 那可能是他有一些 特殊的表现 也不能算是他错 所以你自己 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或者在写文章 写句子的时候呢 你记住老师 这个基本原则 那是 因为它是最基本的 所以绝对不会犯错 所以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 第一个 We had much fun At her party Last night 我们呢 玩得很愉快 在什么地方 玩得很愉快 在什么场合 在他的宴会上 在他的派对上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虽然英文是这样写 你有没有看到 在英文里面是 地点在前 时间在后 但是我们的中文 我们中文习惯说成 我们昨天晚上 在他的宴会上 玩得很愉快 有没有看到 我们呢 是从后面往前推 但是同学不要这样说 你不能说 中文跟英文 刚好怎么样 中文跟英文的顺序 刚好相反 不对 你用这样的理论 这样的概念 来学习英文 会很危险 因为不是所有的 中文句子 跟英文句子 都是刚好颠倒的 所以你反而是 去记 英文是怎么样表达 比较重要 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 来看一下 一定是主词 主词是我们 我们做了什么动作 讲完 然后再按照老师 告诉你的呢 地点在前 时间在后 这样子的顺序 你就可以很清楚 很完整的 把这个句子讲出来了 We had much fun at her party last night 昨天晚上 我们在他的派对上 玩得很愉快 那么这里有个片语 叫做 Have fun 有没有 Fun是乐趣 加上一个much 它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你不能用many哦 用much fun 很多的乐趣 那当然了 我们就翻成 玩得很愉快咯 再来第二个句子 He returned home yestery 这个safely 安全的 如果不看的话 就按照我们告诉你的地点 他返回哪里 他返回到家里面 他回到家 He returned home 什么时候 yestery 昨天 可是呢 如果 他回到家 你看 这个部分 很完整的 可以看到 他返回什么地方了 于是乌 我们记得了 你如果要加一个 所谓的 形状副词的进去的时候 我们会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们会把 返回什么地方 这个句子 完整了之后 再讲 形状副词 然后最后 再讲一个什么 最后再讲一个时间 所以呢 这个位置 为什么这样放 副词的位置 为什么这样放 其实它是顾虑到 整个句子的完整性 毕竟 副词只是附加的 让整个句子表达的 更怎么样 更详尽 或者更仔细 让听的人 可以听得更清楚 对不对 然后更详尽的 表达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自己的看法 于是乌 它的位置 那当然呢 因为它活泼 所以你就可以按照 我们刚才告诉你 考量整个句子的完整性 所以这个句子呢 He returned home He returned home 返回家里面 讲完怎么样呢 什么样的状况 Safely 然后最后再摆一个时间 Yesterday 好 这样的顺序 这样的位置呢 请同学呢 稍微学习一下 把它记起来 这个是我们跟你提到的 副词 尤其是时间副词 跟地方副词 它的位置的表现 非常重要 记住老师的叮咛 老师告诉你的重点哦 好 再来看看其他的副词用法 副词我们已经介绍到后面了 那么到最后呢 老师要提醒各位同学注意一些 比较特殊的副词用法 而且也是同学呢 常常会搞错的 我们来看一下黑板 好 在特别注意的副词里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讲到的是 very跟much 对了 very跟much 或者是very much 是很多同学呢 在用的时候呢 常常会搞错的 所以老师呢 在这里呢 特别把它编列出来 告诉同学 你什么时候应该用very 非常 这样的一个副词 什么时候该用much much 它也可以当副词哦 来看一下咯 好 第一个 首先提醒你咯 very呢 这个字 我们是用来修饰什么的 所谓的修饰 就是来说明 来加强 来强调 这样的意思 好 它是来修饰 第一个 使用词或者是副词的原集 第二个 现在分词 所以同学 记得咯 是原集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very来修饰 使用词副词的原集 会用very 现在分词 也是用very 那么呢 黑板上这三个句子 同学 你先不要看讲义 讲义上呢 列了很完整的句子 这三个句子呢 我们请同学呢 把very加进去 就看着黑板就好了 不要看讲义 看着黑板 来看看 你能不能很正确地 把very的这个副词 摆进去 来看一下 very解释成非常怎么样 来哦 第一句 She's angry with me very放在这里 very she 非常的她 或者是 very me 非常的我 当然不是 非常一听就知道 它是一个程度副词 我们副词在这个部分呢 讲了很多什么 情状副词啊 频率副词啊 程度副词 告诉你地方副词 时间副词 这么多不同的副词 但是你很容易地 可以从她的什么 中文解释知道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副词 非常的怎么样 把一个程度加强 那它当然就是 程度副词哦 程度副词 我们要放在 我们要加强的 那个位置的前面 所以生气 它非常的生气 有没有 它对我呢 非常的生气 它很生我的气 有没有 副词 very 我们摆在这里 其实你很容易 从中文里面来判断 但是呢 当然啦 你知道了 它样的用法之后 就不要老是 跟中文做搭配 我们可以直接反应过来 very angry 有没有 它来修饰 形容词的原集 very angry 生气 生气是一种状态 加强这种状态的程度 那当然 它是副词的功能哦 再来第二个例句 he studied english well 他学英文 学得好 要你加一个very 放在这里吗 或者very studied 非常学习 very english 你学的是非常英文 当然不是 你英文学得 非常的好 有没有 非常好 我们放在这个位置 very well 还是一样 加强 这个well 它本身就是一个副词哦 有没有 它是一个形状副词 学习 学得怎么样 它学得好 所以这个well 用的是 修饰的是status 所以在这里的well 你能不能改成good 不行 你不能改成good 这里的well 一定要副词 来修饰这样的什么 一般动词 这是形状副词的功能 再来 学得好 好还有分程度 是普通好呢 还是非常好 我们告诉你 非常的好 所以very加在这个位置 再来第三个句子 it was an exciting game exciting 有没有看到 现在分词 其实这里的现在分词 是当什么词来使用 其实这里的现在分词 就是形容词 你到字典里面 你查得到这样的形容词 exciting exciting 这样的形容词 就告诉你呢 怎么样 令人兴奋的 令人兴奋的 exciting 你可以直接查到 这样的单字 虽然它是从 excite e-x-c-i-t-e excite 这个动词 变来的 不过 像这样 由情绪动词 转变而成的 形容词 excite 使某人感到兴奋 像这样的 跟情绪有关的动词 在英文里面 我们就称它为 情绪动词 那么由情绪动词 变成的形容词 其实在字典上 你是查得到的 它已经变成是什么 直接把它视为 一个形容词 既然直接是 一个形容词 所以老师 这里虽然写 现在分词 你知道 这种现在分词 是当形容词 来使用 有没有 所以还是一样 由very来修饰 所以呢 it was an exciting game 它是一场呢 这是一场呢 怎么样 诶 刺激的比赛 这是一场 非常比赛 当然不是比赛 不是非常比赛 而是 非常刺激的比赛 你知道 very 放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看到 very是放在这个位置的 所以呢 very exciting game 但是小地方 请你注意好吗 如果用exciting 一场刺激的比赛 是用an 因为母音开头 有没有 exciting 母音开头用an 但是你加了very之后呢 有一个very 挡住了 那就变子音开头了 这时候你要改成 it was a very exciting game 这小地方 罐子的用法 不要忘记 it was a very exciting game very exciting 非常刺激的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样的程度 副词要摆哪里 很清楚 强调谁就摆谁嘛 非常生气 非常好 非常刺激 这个是very的用法 记住 他要修饰谁 再来看第二个 much 它是修饰什么 修饰形容词或副词的 比较级或者是最高级 一般的通则是这样的 要特别注意哦 very修饰原级 much 修饰比较级 最高级 还有一般动词 或者是过去分词 同样的 像这样 它可以修饰那么多的东西 不需要你去死背它 直接从例句里面 来熟知 它该跟谁碰在一起 这样比较重要 而且比较好记 来看一下黑板上的例句 老师取了第一个例子 还是一样 同学不要看讲义 我们来看看哦 你会不会用very 或者用much 知不知道它的正确位置 是应该放在哪里 譬如说 像黑板上的第一个例句 he is taller than I he is taller than I 他比我高 好 那么你看到比较级 ta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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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后面加er 你知道呢 它是比较级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比较那个章节 你绝对 你绝对是还没有学 赶快去看一看 比较的那个章节哦 好 这里有个taller 比较级 那么刚才告诉你了 要修饰形容词 副词的原级 用very 比较级的话 我们要用的是 much 我们要用的是 much 这个同学 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呢 你看到一个taller 他比我高 高 高一点点吗 我160 他165 他比我高一点 还是我160 他180 他比我高很多 把程度加强出来 把程度加强出来 所以呢 记得 他比我高的程度 我们放在这里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 记得 比较级用 much totter much totter 最高的 他就像金字塔的顶端 有没有 就像金字塔的顶端一样 金字塔的顶端呢 前面一定要加一个的哦 最高级前面加上一个的 他是我们班上最高的男孩 最高的男孩 怎么样 高很多吧 我们班他最高 他180 接下来第二高的是什么 160 以此往下推 所以呢 他是最高的 而且还是怎么样 最怎么样 最出类拔萃的 高很多的 那一个男孩子 所以呢 我们还是可以用什么 much 记得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最高级 而且最高级的前面要加的 最高级的前面要加的 the tallest 所以呢 我们整个摆在前面 叫做much much the tallest much the tallest 当much在修饰最高级的时候呢 记得最高级的the 是跟他连在一起的 我们在前面加一个much 不过 这个句子 是讲义上没有的 同学 请你把它写上去 非常重要 老师 额外的补充在这里 就是希望同学 你自己把它写下来 好 我们讲义上没有列上去 是希望同学呢 你不要把它当成 一个很普通的句子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句子 当最高级里面 如果用very来修饰 我们告诉你它的基本原则 very是修饰形容词负词的原级 much是修饰比较级跟最高级 但是有这样的状况 very可以修饰最高级 但是看好它的位置 我们说much the tallest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用法 the very tallest the very tallest 我们会在现代的美语当中呢 看到这样子的用法 会看到这样子的用法 不过如果用very的话 它是放在the 跟什么 最高级的中间 现在美语有这样的用法 所以同学呢 把它列上去 当你听到老外这样讲的时候 the very tallest 你也不要说 这个老外的英文还真烂 不是真烂 因为其实呢 说实在的 英语比较谨守一些文法的规范 美语的话呢 它是变得比较活泼 不是说它乱用 不对 语言没有所谓乱用不乱用 当我这样讲 你这样讲 他这样讲 大家都听得懂的时候呢 那就没有所谓的乱用不乱用了 可是记得 一定要大家都这么讲 你再跟着讲 不要你一开始呢 就乱讲英文 因为你还没学会乱讲英文 你以为别人会跟你一样 那不太可能 所以记得咯 我们记住基本的原则 very是修饰原级 much是修饰比较级 最高级 所以你当你看到 the tallest的时候 先讲到much the tallest 但是当你听到 the very tallest的时候 你也不要觉得 他讲错了 这样了解吗 但是基本的原则 一定要把握住 好 再来看一下 第三个 I enjoyed the movie 我很喜爱这部电影 I enjoyed the movie 我非常喜爱这部电影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咯 我们要来修饰它 我们刚才告诉你 要加强一般动词 用副词 对不对 我们用哪一个副词 不是very 而是much much I enjoyed the movie much 修饰一般动词 用much I enjoyed the movie much 我很喜爱这部电影 可是我们说呢 很的程度 还可以加强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另外还可以在这里 再加一个什么 再加一个very进去 这个very是在讲谁呀 这个very是在讲 他 同学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常常听到这样 I enjoyed the movie very much I enjoyed myself very much I enjoyed myself 如果改成myself enjoy oneself 就是什么人 玩得很愉快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had much fun的意思 所以I enjoyed the movie 本来是much 来修饰enjoy 可是much 我们说过 还可以加强 再加强它的程度 very much 我非常喜爱这部电影 我很喜爱这部电影 I enjoyed the movie very much 这样的用法 你也要会 再来看一下第四句 his courage 他的勇气 was admired 被怎么样 被尊敬 被谁尊敬 by everyone 被大家所敬佩 也就是 大家都敬佩 他的勇气 大家都怎么样 很怎么样 崇拜很尊崇 应该是尊崇的意思 尊崇敬佩 他的勇气 这里主词是courage 所以我们用的是被动语态 逼动词加上pp 逼动词加上pp的被动的表现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什么 崇拜的心态再加强 有没有看到 pp过去分词 现在分词用very 过去分词用什么 过去分词用much 而且他的位置呢 摆在 修是谁 就摆在谁的前面 所以是 much admired 他的勇气 深受大家的敬佩 受到敬佩 深受大家的敬佩 我们的中文是这样翻的 你不要翻译成 敬佩很多 不对 much admired by everyone 他的勇气 深受大家的敬佩 用much 来修饰过去分词 这是一般的过去分词哦 然而 在注意的地方 谢老师也提醒你了 如果是形容词化的 过去分词 什么叫做形容词化的 过去分词呢 来看这个字 tire tire 它本来是一个动词 它本来是一个动词 像这一类动词 我们一般来讲 都称为情绪动词 tire 使某人疲倦 tired 什么人感到疲倦 please 使某人喜悦 那那pleased 就是喜悦的 主词要用人哦 同样的 sad surprise 在这里是surprise 是动词 使某人感到亚裔 它这里的surprise 是pp 拿来当 形容词使用 I am surprised I am tired I am pleased I am satisfied I am excited I am delighted 这些pp 过去分词 其实就像我之前讲的 在字典里面 你可以直接 找得到这个动词 而且它直接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因为这样子的 情绪动词变来的形容词 已经广为大家使用 所以你现在在字典里面 查到它的时候 它很少写过去分词 大部分的字典都写什么 形容词 这个就是所谓的 形容词化的过去分词 形容词化的过去分词 老师举个例子好了 譬如说 I like you 我喜欢你 你被我喜欢 You are liked by me liked L-I-K-E-D 你去查这个 单字查这个字典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 like 这个字里面 它会告诉你 它的过去分词 like L-I-K-E 喜欢 这个字的过去分词是 L-I-K-E-D 它只会讲 它是过去分词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surprise这个字好了 你去查单字 surprise 它告诉你 它是动词 使某人讶异 但是你去查 surprise 这个字的时候 它会写 它是形容词 有没有 这已经是广为 大家所使用的形容词了 所以它可以 独立成一个形容词 这就是老师告诉你的 形容词化的过去分词 像这样 既然它已经被 视为是一个什么 一个普通的形容词了 而且是什么 原来的样子 原集 对不对 surprise 惊讶的 satisfied 满意的 这个不是比较集 也不是最高级 那就像我们告诉你的 它是从一般形容词的原集 还是用谁来修饰 还是用very来修饰 这样懂了吗 所以看例句 I was very surprised at the news 我对这个新闻呢 或者对这个消息呢 感到很压抑 这里有个片语 叫做 对什么事情 主词是人哦 某人对什么事情 感到压抑 叫be satisfied at be satisfied at 要特别注意了哦 像这样子 已经呢 变成形容词 大家都知道 它是形容词的 这样的过去分词 我们还是一样 用very来强调 而不用much 但是呢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admire的 你要查这个字的时候 记得 就像我讲的 你要去查 admire admire 这个动词 然后它告诉你 加了d变成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 要特别注意 像这样纯粹表示 被动语态的 它的勇气 受到大家的尊敬 纯粹只是表示 被动的过去分词 用much来修饰 像这样的过去分词 已经转变成形容词的 用very来修饰 像这样的两个例句 请你不要搞混 好 这个是呢 very跟much 同学很容易弄错的 不过老师突然又想到一个东西 想到一个形容词 叫做 different different叫做什么 不同 different叫做不同 来 片语 你可以直接把它当片语来记 如果我们说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 很不同 叫做 very different 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 很不同 very different 可是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 譬如说给你AB两个东西 A跟B不同 非常的不同 叫 A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 或者是 A and B We are very different 他用的是very哦 好 但是如果是相同呢 记得相同用的是 much the same sam这个字 要用much 来当他的副词 所以呢 A and B are much the same A跟B的相似度呢 几乎到达百分之百了 A and B are much the same A and B are very different 有没有看到 你又看到了 very跟much 当他在修饰不同的对象的时候 这样子的 出现了用法 不太一样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所以老师告诉你 你在这个部分 你直接把它当什么 当成像片语一样的东西 直接记起来 very different very different much the same much the same 好 very跟much 我相信 经过谢老师的解说 你应该很清楚地知道 什么时候该用very 什么时候该用much了 好 再来看看呢 还有什么 要你特别注意的复词用法 在特别注意的复词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重点 好 在这一组里面 我们提到 already跟yet 那么already叫 已经怎么样 yet呢 上怎么样 还怎么样 要特别注意一下 除了它的中文解释 不一样之外 你要知道 它用在什么样的句型 我们说一般来讲 already是用在肯定句 yet是用在否定句 或者是疑问句的当中 比如说 我们要看第一个例句 the train has already started 火车呢 已经开走了 已经出发了 start 本意是什么 本意是开始 在这里呢 配合上什么 主词 配合主词 可以解释成 已经什么 已经出发了 已经开动了 这样的意思 来看一下呢 already这个副词 好 这个副词呢 可以摆在 因为在这个时态里面 它用的是所谓的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 has加上PP 那么already的副词 可以摆在has加上PP的中间 或者是 你要放句尾也可以 你要放到句尾 写上 the train has started already 也是可以的 要特别注意这样子的 活泼的副词表现 再来看第二句 have you read today's paper yet? 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一问句 一问句呢 我们不用already have you read today's paper yet? 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no not yet 要特别注意一下咯 整句话 not yet 是怎么来的 看好了 如果我们完整的回答 是这样哦 听好 no I have not read today's paper yet 有没有 你可以发现 整句话 详细的回答 就是再把前面的讲一遍 不过它是否定的 它多了一个not yet的造写 形成no not yet 这样的用法 不 还没有 对了 这里的not yet 中文就解释成 怎么样 还没 或者是还不 的意思 所以呢 妈妈问你呢 哎 功课写了没 还没 not yet 然后呢 你该做的事情 该做的家事做了没 还没 not yet not yet 还没有 很好用 日常生活 也常常会听到 把它记起来 再来看一下 注意的部分 好 我们提到注意 要你特别注意的是 刚才我们提到 already一般来讲 都用在肯定句当中 但是呢 如果 万一你看到 already是用在 疑问句的时候呢 它是有特殊含义的 它表示什么 表示惊讶 表示惊讶 比如说老师给你的 这个例句 Have you had lunch already? 诶 这个句子里面 出现了一个have 出现了一个had 实态 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 注动词的have 这个是一般动词 吃它的 PP 过去分词 所以 你已经吃过 午餐了吗? 诶 这句他 一问句他用 already哦 有惊讶的意思 你已经吃过午餐了 我本来要请你的 我还想说 现在才11点 你应该还没吃饱 你已经吃过午餐了 Have you had lunch already? 你已经用过午餐了 已经吃过午餐了 好 这样子表示 是惊讶的意思 在一问句里面出现 already 我们有惊讶的意思 要特别注意 要不然如果是一般的叙述句 一般的叙述句呢 我们already呢 都是用在肯定的句型比较多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注意的重点 好 这个是already跟yet 接下来来看这两个字 ago跟before 我们刚才告诉你 already解释成 已经yet解释成 还怎么样 对不对 它两个字呢 意思是不一样的 可是在c这一组 我们提到的ago跟before 这两个副词 都可以解释成以前 两个副词的意思是一样的 当意思一样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两个字的差异 用法的差异 来看一下 如果时间加上ago 多久时间以前 那是用过去 简单式就可以了 用过去式 如果是时间加上before 要记得用的是 过去完成式 像这样子 都是表示以前 但是呢 使用的时态不一样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时间加ago 过去式 时间加before 是过去完成式 过去完成式 所以看例句 the bus left 5 minutes ago 好 5分钟前呢 怎么样 公车已经开走了 5分钟前 公车已经开走了 来看到这里的时态 left过去式 过去式的动词 记得动词的表现 也要跟它的时间相符合 所以我们告诉你了 5 minutes ago 5分钟前 它开走 所以呢 用所谓的过去简单式 left来表达就可以了 时间加ago 用过去式 再来看第二句 he told me that the bus had left 5 minutes before 5分钟前 已经开走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同样是 同样是公车开走 这里用left 这里用head left 差别在哪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态的表现 好 老师先把这边擦掉 好 这个已经讲过的部分呢 老师把它擦掉 因为我们要用到黑板 来讲解一下 有关于这个时态的部分 好 同学看一下咯 我给你画一条时间的线 时间的线画出来 同学 左边呢 是负的 跟数学 你学到的数线是一样的 左边呢 代表的是 已经过去的事情 已经过去的事情 负的 右边代表的是 正的 未来 好 画了这条时间的线了之后呢 来 我们来看看 应该要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 他说 他告诉我 来 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是什么 这一段时间是现在是 是我们在上课的这一段时间 现在是哦 但是我们不要用到这一段 我们要是这一段 好 再加上呢 这一段 老师用不同的 不同颜色的粉笔来标出来 好 你知道的 这个是现在哦 此时此刻哦 我写一个线 就是现在是 现在我们在上课哦 然后我告诉你哦 哎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告诉我 你看 told 过去是 所以呢 这个朋友是在这里 他对我说 说的动作是昨天就已经发生了 当他告诉我的时候 怎么样 这里 五分钟前 公车开走 所以 他告诉我 跟公车开走 哎 来 这里有一辆公车 老师很不会画 所以我们不要画公车 老师画画真的很不行 所以假设用这个来代替公车好了 好 就这样 好 太好了 好 这个是公车 所以记得咯 他告诉我的时候 公车已经开走 五分钟前开走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位置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在上课哦 但是我再告诉你 我的朋友跟我讲了这件事哦 而且他跟我讲的时候 公车已经开走了 你有没有看到 在比他讲的更早发生的时候 当他告诉我的时候 公车有没有来 公车不在旁边 公车已经开走了 对不对 哎 公车他已经开走了 所以你从这样的 很简单的图形 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他所谓的英文的时态的表现 告诉我 过去是 可是在跟我说的时候 公车已经不在旁边 五分钟前开走了 所以当两个动作 都发生在过去的时候 比较早 比较早发生的 有没有 左边是负的啊 越往左边是越早 越往右边是指未来 所以比较早发生的 用过去完成 比较晚发生的 用过去式 有没有 当两个动作 都发生在过去的时候 比较早发生的 用过去完成 比较晚发生的 用过去式 这个不就是 过去完成的 基本用法吗 在时态的那个章节里面 我们提到非常清楚 有关于过去完成式的 用法 如果你还不了解 你可以到过去完成式 去看一看 到底过去完成式 代表什么含义 但是呢 在这个部分 我想同学 一定很清楚了 所以 he told me that the bus had left 5 minutes 记得 时间 不是用 ago 时间加 ago 用的是过去式 如果是 过去完成要用 5 minutes before 5 minutes before 有没有告诉你 在这里 时间加上before 要用在过去完成式 与区隔一下 有没有 如果我人站在这里 看好 我现在人在这里 现在是 我说呢 五分钟前 可能是这个时候 五分钟前 所以用5 minutes ago 可是当我的朋友 跟我讲的时候 这个5分钟前 是比过去 再跟早 为了区隔 为了区隔 所以我们用 时间加before 用时间加before 好 这个图形呢 同学也可以自己呢 很简单的 在你的讲义上 画一画 这样你下次 在看到的时候呢 或者自己要讲话的时候 你就不会用错了 好 接下来 来看一下咯 我们说 时间加上 ago呢 用的是过去 时间加上before 用的是过去完成 难道before的前面 就一定要加时间吗 不一定 记得 before可以单独存在 但是老师要特别提醒你 ago AGO 它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 ago的前面 一定要加上时间 ago 前面一定要加上时间 所以 ago 不能单独存在 before可以不需要配时间 before不配时间 它单独存在的时候 现在完成式 过去式 过去完成式 都可以用 只要跟过去有关的 都可以用 因为before这个字的本意 叫做之前 以前 所以只要跟过去 有关的都可以用 你说老师 现在完成式 怎么会跟过去有关呢 当然有关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遍 好 我把图形画这里 同学看一下 还是一样 时间线 负的 正的 我们现在在这里上课 对不对 假设我们现在是在这里上课 这一段是所谓的 现在式 有没有看到 我们现在人在这里哦 老师画一个头在这里 老师现在人站在这里 好 我们说呢 诶 副词啊 形容词跟副词这一张啊 我们已经上了好几个小时了 请问你 这个是现在哦 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过去 好 再来 这个部分是不是过去完成 有没有看到 跟刚才的图形是一样的 可是 这是现在 这是过去 这是过去完成 那请问 现在完成在哪里啊 现在完成在这个部分 同学看好 过去某一个时间点 做一个动作到现在 我们学形容词 副词的这一个章节 已经学了好几个小时了 请问你 当你一开始 老师在跟你讲 形容词的那第一个小时 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在这里 好 我们开始学了是在过去 然后过去 持续一个动作到现在 我们讲这句话 这一段叫做 现在完成 这一段叫做 现在完成 有没有 从过去 持续到现在 你有没有发现 所谓的现在完成式啊 现在完成式 它动作起点一定是在过去 它的动作起点一定是在过去 所以它是不是跟过去 也是有关系的 没错 跟过去也是有关系 所以老师刚才告诉你 before这个副词 如果单独存在的时候 用所谓的现在完成 有没有 这一段 跟过去有关系的 现在完成 过去或过去完成 都是可以的 这同学 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讲到跟时间有关的副词 请你要配合一下 这样子很简单的图形 把图形画一画之后呢 你就很容易了解了 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了 这里的例句 我说我以前曾经看过它 我以前看过它 I saw him before 或者 I have seen him before 因为完成式可以表示经验 对不对 我看过它 纯粹的过去简单式 或者是现在完成式 甚至于过去完成式 都可以用的 好 来看下一组 to跟either 要特别注意 to解释成也怎么样 either解释成也不 to用在肯定句 或者是疑问句 either用在否定句 所以 换句话说 只要有either 你一定会看到谁 either既然要出现在否定句 只要看到either 你就要 配上一个not 或者是相当于not的 否定字 相当于not的否定字 或者not出现的时候 就要换成用either 这一个副词 比如说 举例 I know Tom 我认识汤姆 And my brother knows him too 我认识汤姆 而我哥哥也认识 him 指的当然就是汤姆了 而我哥哥也认识汤姆 看好 这个副词的位置 放在后面 放在后面哦 放在整句话的句尾 来表现哦 再来第二句 I'm not tired And Jen isn't tired either 来 前面有tired 后面有tired 当然你知道 我可以把这里的tired 省略掉 没有关系 我直接讲 I'm not tired And Jen isn't either 有没有看到 就像老师告诉你的 你看到either的时候 一定会有否定字 not 或者相当于nut的否定字出现 它只能用在否定句 I'm not tired And Jen isn't eater 我不累 我一点都不疲倦 而Jen呢 也不累 也不 所以to是也 either 是也不 为什么 因为它只能用在否定句中 好 除了这两个也之外 注意 also 它也是一个副词 它的中文 也解释成 也怎么样 它的中文 也解释成 也怎么样 不过啊 它的位置不是在句尾哦 请你看清楚 它解释成也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to 或者是either的用法啦 一般来讲呢 它的位置是 b动词之后 一般动词之前 b动词之后 一般动词之前 跟to 和either的用法 不太一样 跟to 还有either的用法 不一样 to跟either 解释成也 也不 是摆在句子的后面 而also 是在b动词之后 一般动词之前 看例句就很清楚了 同样是这个句子 我认识Tom 而我哥哥 也认识他 我们改成 I know Tom and my brother also knows him also 摆在一般动词的前面 同学有没有看到 好 所以同样是 也怎么样 to 是在句尾 also 在一般动词之前 所以这两个用法很类似 这两个用法也很类似 这个是句型的不同 而这个是 to跟also 是位置的不同 请同学要做一下分辨 不过呢 有关于也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 还有其他的副词 可以表现同样的概念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重点 来看一下最后一组 要特别注意的副词用法 我们看的是 so跟neither 好 so的本意呢 叫做如此 neither呢 叫做怎么样 也不 要特别注意哦 so有也的意思 但是它多一个意思 叫如此 所以请同学 要特别注意 它在使用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用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so后面主词加动词 第二个 so后面动词加主词 有没有看到 不一样的句型 它代表的意思也不同 所以呢 来看一下 如果后面加主词加动词的话 中文翻译成 正是如此 正是如此 譬如说 you say hellen is a good swimmer 你知道 say的后面省略掉一个连接词 that 对不对 you say 你说 hellen is a good swimmer 她是一个很棒的游泳选手 游泳健将 and so she is 有没有看到 so she is 重音在这里 因为这个 she指的是hellen 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既然前面已经讲过 我们不强调 强调的是是 也就是如此 你说啊 hellen呢 她是一个很棒的游泳选手呢 对 没错 so she is 她的确如此 so she is 重音在ese上面 她的确如此 在这里的so呢 我们解释成如此的意思 好 那要特别注意一下 第二个用法 so 它也可以解释成 也怎么样 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Nancy can play the violin 这里有个小地方 小片语 请同学注意 我们说弹奏什么样的乐器 在弹奏乐器的时候 中文可以翻译成 打 打鼓 弹 弹 弹琴 拉 拉小提琴 但是动词呢 在英文里面的动词 通通用的是play 而且在这个乐器的前面呢 还要加一个贯词的 play the violin 叫做拉小提琴 我们说 Nancy can play the violin Nancy呢 她会拉小提琴 And so can I And so can I 重音就在这个部分 为什么要强调的 我也能哦 所以你可以发现 在英语当中 她的重音是 标榜的是 哪一个要强调 就哪一个念重音 所以是 And so can I I 加重音 And so can I 而 我也是 So can I 我也是 所以呢 当你在用 so的后面 到底是主词加动词 或者是动词加主词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 第一个 要看你要表达什么 第二个 不要用错 因为用错会很奇怪哦 在这里 我们告诉人家 Helen是一个好的 游泳选手 游泳健将 而 你也不能说 她也是 Helen已经讲过 你怎么会讲她也是 所以你这里只能讲 So she is And so she is 她的确是如此 在这里我们讲到 Nancy这个人 再讲到我 所以你不能写 And so I can 而我也如此 不对 而我也是 不能讲成 我正是那个样子 有没有 我也如此 So can I 这里的 So can I 看好 我们等于 And I can too 有没有看到 And I can too 如果你要用to来表达的话 它的位置是在后面 而且前面是主词加动词 如果你用so来表现的话 记得看到 动词 助动词跑到主词前面 这是什么句型 没错 这个就叫做 倒装句型 来看一下 So解释成也怎么样的时候 动词在前 主词在后 这个不就是我们讲的 倒装句的句型吗 对了 我们跟你提过了 在讲到副词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有一些地方副词 什么here there 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的飞机 一圈一圈的飞 有没有 Round and the wrong 这样的副词 拿到聚首 没错啊 这个so是不是也是副词 so也是副词 也怎么样 它副词拿到前面了 所以它也可以用倒装句 要特别注意 有用倒装 用倒装的so can I 跟没有倒装的so she is 意思是不一样的 同学要特别注意 那么在注意so也是也 to中文也解释成也的时候 它的位置 放置的位置不一样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一个在后面 主词加注动词 I can too 这里是so can I 这个重音在to 这个重音在I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呢 我们说so 如此是用于肯定句 如果是否定句呢 否定句用的就是 这个字叫做neither neither neither这个字呢 要特别注意咯 它本身是否定字 记得咯 这个字本身是否定字 那么你还记得吗 否定字 有没有觉得好熟悉 对了 我们在讲到频率副词的时候 我们告诉你 频率副词的基本位置 是在b动词 或者注动词之后 一般动词之前 但是有提到一个字叫never 还记得吗 never 你如果忘记 赶快翻到频率副词那一页 你就可以回想起来 老师告诉你 never这个否定字 这个频率副词 它本身有否定的含义 从不 绝不 如果把never 放到句首去的话 那是不是要用倒桩呢 没错 既然我告诉你的never 否定字 后面用倒桩句 那么neither也是否定字 我们后面也是用动词加主词的倒桩句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to 也 either 也不 它是放在句子的后面 但是so 也怎么样 如此怎么样 或者是neither 也不 它要放什么 它要放在前面 而且后面用的是倒桩句 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句 Mary is not kind Mary呢 一点都不亲切 不友善 Mary is not kind neither is Helen 我觉得hellen也不友善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它有not 有not 这里当然用neither 而且在用的时候呢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 在用的时候请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neither它本身有否定含义 有否定含义的所谓的否定字 是不能够再配not的 同学要特别注意 这句话如果我改成用 什么 用either来表现的话 应该写成 Helen isn't either 有没有看到 Helen isn't either neither is Helen 它本身就有否定含义 你有没有发现呢 小小的一个技巧 这里either有一个an嘛 有没有 an那才是an开头 an加上e-i-t-h-e-r 有没有 an加上e-i-t-h-e-r 所以neither呢 可以把它看成not either 有没有看到 它本身有否定含义在里面 所以在这里你不能够再配上not了 所以Helen isn't either 它是放后面哦 可是neither否定字放前面 后面要倒装 neither is Helen neither is Helen 好 那么呢 有关于neither 我们再来多看一个例句 来看一下 在第二个例句里面 老师提到I don't want to go 我不想去 I don't want to go 我不想去 来 否定 要告诉你 我也不想去 我也不想去 neither 否定字 放前面 后面 倒装句 助动词加主词 neither do I 如果我要用either来改写 同学你会吗 来自己写写看哦 如果我用either的话 记得它的位置是在后面 所以我要写的是I don't either 有either一定要配not not加上either等于neither 所以neither不能够再配not了 好 这个是我们提到的 也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 不同的表现方法 它的句型 或者它可以用的什么 它用的位置后面所跟的 到底是主词加动词 还是动词加主词 老师在这里呢 都介绍得非常的完整了 记得so 也有也怎么样的意思 它跟to的中文解释一样 但是用法不同 那么neither也是一样 neither解释成也不 neither本身是否定字 它不能够再跟not配在一起 记得否定字放锯手的时候 后面要用到的是倒装句型 而either这个字呢 解释成也不 它一出现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看到not跟它在一起 这样才表示你没有用错哦 好 这个就是呢 所有的在这一章节里面 老师提醒你的 形容词跟副词的用法 各个提醒的重点呢 都非常重要 请同学在学习的时候 务必要特别仔细地 注意谢老师的叮咛 好 这一章我们讲到这里 有机会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